听说萧教授是萧奈的爸爸 怎么来上课的人这么少啊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啊 人家萧奈又不会来上课 而且萧教授的课本来就特别无聊 这里有人吗 没有 这首歌曲宝藏 却顾了俗世骄阳 也错过人间外向 孤城里长桥上 人入海车身航 你笑得像光芒 默然把我照亮 你笑得像光芒 默然把我照亮 风轻扬下微扬 凌云露丹酒香 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 就承认一笑 清晨一剑子难忘 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 最浪漫不过 与你并肩看夕阳 我心之所想 苏玄 苏玄在山历史课 想和你游泽 放上晴雨的疯狂 想和你扑植笔 写余生的篇章 小雨泪走分 相关情节多跌宕 忘恩不散场 看着我的课来了这么多的同学 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我想问一下大家 都是真的来听我的课的吗 是啊 是啊 好 本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我相信大家 但是我还是要考考你们 上堂课结束的时候 我给大家留下了一个题目 我想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所以我要请一个同学来回答一下 谁来回答呢 这个女同学 就是穿白色衬衣的男生旁边那个女生 红衣服的 我 是 就是你 老师上节课说到马王堆悍目 我下课之后查了一些资料 马王堆出土的古董当中 我最感兴趣的 不是肃杀单一 也不是梯形薄画 而是一些薄书医书 我认为这十种医书才是我们最宝贵的文物 例如其中的五十二病方 它比学术界认知的皇帝内经成书时间还要早 好 我查了 它其中一些储方 已经通过了医学院的验证 由此可见 五十二病方中 一些储方是正确的 现在依旧可以使用 古学今用 我觉得 这是考古的意义所在 不过可惜的是 博书破损 很多储方已经失传了 看来今天老师运气不太好 还真点着一个来听过课的 行 那么今天我们就接着往下讲 但是我还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更多地 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身上 本教授年轻的时候也很帅 教授 我相信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 希望下次还有那么多的同学来捧场 谢谢 教授 我今天会来 天哪 要知道 速度 可以 去手 架 把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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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思 你的奶茶香味 严重干扰到我打游戏了 赶快给我泡一杯 想喝就直说呗 又找借口 有点长进 薇薇 你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今天萧教授的雪球课 她儿子去了 萧奈 真的假的 而且啊 她就坐在我旁边 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运气啊 臭薇薇 薇薇 你讨厌死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呀 千年难得一遇的萧奈 我就这么错过 有没有照片啊 走开 你忘了我手机丢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去买 上论台上论台 论台上肯定有照片了 天平 谁让你们 不一起和我去选球课呢 我没选上呗 萧教授的选球课 学分那么好混 谁不想选啊 最后我选一个鬼电影上戏 还遇见一个讨厌鬼 害得我屁股疼了好几天 喂喂喂 那你有没有跟香奈大神说话呀 这么好的机会 有没有要顺便要个手机号什么的 说不定你就成了香奈大神的奶茶呢 没这个技能 不是吧 这么好的机会你连句话都没说 不要污蔑我 我说了两句话呢 没有 谢谢 太让人绝望了 你摆上这张脸了 下次 下次等我练好技能的 换水去了 喂喂 你再跟我生日了经过呗 起来 喂喂 你赚到了 小声点 大神居然只能跟你说话 你命也太好一跳了吧 好低调低调 有什么好低调的 大神 如何让我遇见你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大神 大神 喂喂 你下次再肯定她一定要 多说话 多拍照 多说话 多拍照 电影课上玩单杠的家伙 认识贝薇薇 那不是你女神吗 赶紧上去啊 帮忙卖水桶啊 去 不用 我有别的吧 走吧 走 就行了 等会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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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